是议员张之豪直球对决 议长佟梓威打击出去 另外一球则是挥空 这是应负责蹲补和喜爱棒球民众 正在练习打球的安乐区常乐里长张德发 邀请会堪丸的议长和议员一起感受一下 在有30年历史老旧的大五轮棒球场里面 打棒球的感觉 由于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到865万多元 加上市政府自筹577万多元 总共1442万多元 将要整修大五轮棒球场 本身就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特地邀请市政府教育处 公务处以及体育场等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会堪 张志豪议员也到现场一起来关心 未来球场规划师做整修的计划和方向 这几年我们刚好担任明代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可以争取相关的资源 让我们的棒球场 至少是个可以在三级棒球比赛的球场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了解 现在教育处跟公务处的状况 结果我们特别发现 大家讨论多时的志豪池 计划根本还没有核定 那教育处有1400万 跟我们这个体育署争取了1400万的补助来改造球场 这是非常好的事 问题是我们在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他如果你看我们现在1400万 做了一个基础检疫的修缮 万一志豪池明年通过说要做要把球场拆除 那大家民众会怎么想 那我们其实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全 然后舒适的打球空间 然后一个三级棒球就必须要有学生的看台 那也要有基础的设施 像我们现在厕所也没有淋浴间 然后休息区也破破烂烂的 大家来这边看到这像是一个城市的球场 更何况这是我们基隆市唯一的一座球场 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我们明代的力量跟声音 让政府可以重视我们棒球运动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也希望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资源不要重复不要浪费 但是基本的让我们棒球迷或是球员 有一个安全然后舒适 像话的打球空间 像话这个用语够重了 现在这个球场大家看得像话吗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来 我们会帮棒球迷或是棒球球员 来好好的争取一个 至少是一个检疫安全舒适的球场 这是我们共同的行为 我们会努力 那也谢谢志豪议员特别来参与 主要是建筑物也现在算老旧了 那很多民众有反应 也造成一些使用棒球的一些朋友 一些建议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针对 我们就配合体育署 现在今年有一个优质体育馆的计划 所以我们提了1400万的计划来争取 那我想后续体育署如果争取下来的话 我想我们会针对目前实际棒球场的一些 结构部分有漏水的部分 还有室内一些像厕所部分 常用道部分我们先做改善 那长期部分来讲 我们就会配合本府公务处 自动池的一个设置 设置完毕之后呢 上面的棒球场 我想我们会再跟公务处来做个研议 也会听听一些棒球爱好者朋友的一个建议 看些棒球场怎么来做一个重新规划使用 就长期上来讲还是符合大家一个使用的目的 议长同志伟希望在还没有真正要改建大五轮棒球场前 希望市政府可以整修好球场内必要的设施 让来这里打球的民众和小球员们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而且安全的环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门